刚才我们就讲了这个极限的定义 另外讲如果xn不收敛 xn不收敛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点都不是它的极限 那么也就是说我任何一个a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ε大一点 当这个不管这个n多么大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n 比这n大 而且使得xn和a之间的距离大一点ε 这个就是它不收敛的定义 但这里请大家注意 这个ε 我们说对任何的a属于r 都存在这个ε 这个ε是跟a有关的 并不是说我对所有的a 我找到一个统一的ε 这个ε其实和a有关 并不要求你找一个跟a没有关系的比较 跟a有关系就可以了 那么前面我们关于无穷小序列 我们做了一个几何的解释 几何的解释 也就是说 对于0的任何一个领域 只要这个n充分大 xn都落到这个领域中去 那么对于这个收敛序列也一样 如果xn这个序列是收敛到a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 从定义图法就可以看到 你对a的任何一个领域 这里a-y和a加y 称为a的y领域 大家记得 领域我们都是开极 以后领域都是用开极来表示的 开区间 这里就开区间 那么xn去a 也就是说 我当这个 当这个n充分大的时候 xn全部要掉进去 xn 那么在这个领域之外的 最多只能是有现象 只有有现象 如果在a加这个领域外面只有有现象 那么也就是说 后面的无穷多项都掉在这个 掉在这个领域里面 那么它就是收敛了 那么这里请大家注意 我们前面也强调过了 xn去a 是否收敛到a 跟前面有现象没有关系 序列的这个性质就是说 它的这个分析学性质 只跟后面无穷多项有关 我们前面讲了 有界性也是如此 对吧 然后呢 是不是无穷小序列也一样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 收敛序列也是如此 是不是收敛 只跟后面无穷多项有关 跟前面有现象没有关系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讲一些这个定理了 定理讲完了 定理 xn如果有极限 则极限 必为e 1的 这个呢 刚才我们的几个解释呢 你也可以看 假设有两个极限 假设有两个极限 ab 不妨说a小于b 那么通过这个 刚才几何解释 我们就可以看到 ab呢 既然不等 ab既然是不等的话 我当然可以在a上面 做一个领域 b上面也做一个领域 我们可以使得a的领域和b的领域 不相交 对吧 这个没问题的 因为a和b不等 那么我们说了 你既然是受敛到a 也就是说 当xn n通分大的时候 所有的点都应该掉在这个 a的领域中 如果要受敛到b呢 也就是说 所有的点你都会掉在b里面 b这个领域里面 而这两个领域又是不交的 所以就形成个矛盾了 对吧 所以证明呢 也就是这样证的 我们就看这个领域的y 我们就取 y y是大于0 小于2分之b减a 取这样的一个数 那么它收敛到a 也就是说存在一个ne 对所有的n大于ne的时候 xn大于a减y 小于a加上y 同样呢 如果说连到b 就n通分大的时候 它就应该大于b减加x 小于b加上x 那么我们就取 n 等于这个n1和n2 中最大的数 那么对所有的n大于这个大n的话 那么这两个不等式都应该成立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xn xn小于这个a加上y 那么xn就应该小于什么 r分之a加b 对吧 那么xn大于一个b减掉epsilon 所以xn呢 就应该是大于r分之a加b 这个是对所有的xn都成立的 所以这里呢 就是个矛盾了 那么在图形上面来看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要么都掉在这里 你要么都掉在这里 这两个又不相交 所以矛盾就出来了 所以呢 假设它有两个极限 那就有矛盾 不成立 所以极限如果存在 就是唯一的 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了 这个无穷小的序列 是一个有阶序列 那么一个收敛的序列 是不是有阶序列 也是啊 这也是对的 证明呢也差不多 收敛序列 如果xn的这个极限是a 现在 那么我们就取 epsilon等于1 这跟我们前面正那个也一样 我们正无穷小序列的时候 我们也是取epsilon等于1的 对吧 那么存在这个大N 这所有的小N大于大N的时候 xn呢 减a 就小1 那么马上我们就可以推出来了 当这个N大于大N的时候 xn减a小1 马上就可以知道 xn的绝对值应该小1 一加上a的绝对值 对吧 那么我们再取 取这个大N 大N等于什么呢 我们现在是从什么呢 从N这个往后面数的对象 对吧 那么把前面对象也包含进去 x1的绝对值 x2的绝对值 一直到什么呢 x大N的绝对值 我们都把它放进来 再加个什么呢 一加上a的绝对值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 你当这个小N大于大N的时候 它小于加1 这是前面的这些N项取最大的值 所以xn就应该小于大N 这对所有的x都称联对吧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它是有阶的 好 下面呢 我们介绍一个很有用的东西 就是加级原理 加级原理呢 其实我们在无穷小序列的时候也用到 无穷小序列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比较的方法 就是αN和βN两个序列比较一下 那么这里呢 推广一下 就是加级原理 那么加级原理的目的呢 就跟我们前面比较是一样的 就是说有些极限 可能 有些序列啊 可能形式比较复杂 但是呢 你可以用比较简单的 跟比较简单的一些序列 去做些对比 来求它的级线 加级原理 这个呢 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原理 来求级线 比如说看三个序列 xn yn 和zn 第一个 如果它们有满足量 有一个加级的关系 yn呢 加在这个xn 和这个zn之间 对所有的n 所以大n 而且呢 如果啊 xn的极限 和zn的 极限都存在 比如说等于某个a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出来 yn是收敛的 而且它的极限 也是等于a 这个呢 我们证明一下 啊 首先我们来看XN XN 那个XN大于0 存在一个大N1 N大于大N1的时候 XN-A 绝对是小Y 那么也就是说 XN就应该掉在 A-Y到A加Y 这个领域里面 那么同样我们来看Y 还是同样的Y大于0 那么存在一个N2 所有的N大于N1 N2 这个ZN ZN也是收敛到A的 所以ZN也在A-Y 到A加Y这个领域里面 那么我们取 N1N里面取一个最大的大N 那么对所有的小N大于大N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YN 是大于等于XN 小于等于ZN 既然它大于等于XN 它就大于A-Y 对吧 那小于YN 小ZN就应该小于A加上Y 所以YN也是掉在A-Y到A加Y这个领域里面 也就是说YN-A是小Y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任何一个四方大于0 都存在这个大N 对所有的小N大于大N的时候 YN-A是小Y 所以就可以推出这个 YN的极限等于A 那么这里 这个加几元的用起来就比较方便 有时候这个YN的形式很复杂 但是这个XN和ZN的形式会比较简单 如果能够求XN和ZN的极限相等的话 就把YN的极限求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条件可以放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不等式 不要求对所有的N都成立 只要对什么 充分大的N就行了 对吧 也就是说 只要对所有的N大于等于某个N0 成立就行了 对吧 然后你在这证明里面 把这N0放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前面也说了 你的序列极限的性质 这是跟后面无穷多项有关系 好 对加几元理证明是这样 加几元理也是我们后面会大量使用的一个元理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这些无穷小序列的 比如说求和 成积这些东西 那么做一下推广 我们就推广到序列极限 所以下面我们要考虑极限的 这个序列极限的四则运算 四则运算也很重要 因为很多这个极限 我们可以表示成为很多序列的极限问题 我们可以表示成为更加简单的一些序列的四则运算 这样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些复杂的一些序列了 四则运算 首先我们看加减法 如果我设 XN的这个极限等于A YN的极限等于B 那么我们得到第一个结论 XN加上YN的加减都可以 极限就等于A加减B 这个证明也容易 首先看一看 A和B的极限 XN和YN的极限是A和B 那么也就是说 这另一极限大于0 都存在一个N1 所以大N 所以所有的N大于大N1的时候 XN减掉A 比如说小于个2分的极限 同样的意思 我们存在一个N2 所以大N 所以所有的N大于N2 这个YN减掉B 效应2分的极限 那么现在还是一样 取成这个N等于什么呢 N等于这个 所有的小N大于大N的时候 也就是XN加减上YN 减掉个A加减上B 就应该什么呢 应该就小于等于 XN-A加上个 这个YN减掉B 对吧 所以它就小于手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这个极限 那么这个极限 这个式子 你还可以有另一种写法 就是 XN加减上YN的极限 等于什么呢 XN的极限 加减上什么呢 YN的极限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 加减的极限 等于极限的加减 这就是说 加减法和极限运算 是可以交换次序的 对吧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陈法 下面我们来看看陈法 XXN乘YN它的极限就等于A乘B 下面我们证明一下 不仿射 A呢是不等于0的 A等于0的时候 这个事情简单 A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说XN是个无穷小序列 对吧 YN这个极限等于B YN极限等于B 也就是YN是个有界序列 所以我们说过了 无穷小序列和有界序列相成 还是一个无穷小序列 所以无穷小序列极限为0 所以这个就不用证了 所以A等于0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用证了 我们就考虑A不等于0的情况下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 这个XNYN减掉这个AB 把它减一下 看看它这个差别是什么 那么XN的这个 XN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极限是A 所以把它再拆开 拆开那就小于等于什么 XNYN减掉个AYN 然后加上AYN XN减掉AB 把它们打开 这两项法合并在一起 所以就小于等于什么 YN的XN减A 加上这个想A的绝对是拿出来 YN减B 好 那么这里呢我们都知道了 XN减A 你是可以认译的小的 YN减B 也是可以认译的小的 所以呢 你就要看看这个YN了 YN是个什么呢 它有界的东西 它收敛嘛 有界 所以这就可以证明了 YN的极限是B 所以YN是有界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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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的一个YN 我们这样的YN 我们这样的YN 我们都存在一个N1 对所有的N大于N1的时候 XN减A 它小于什么呢 它因为乘一个YN了 所以小于等于2M分子 YN 第二个呢 还是这样的一个 一次龙 存在N2 所以所有的N大于N2的时候 XN减B 小于 因为前面存在着A的绝对值 我们成为两倍的A的绝对值 分子一次龙 A呢又不等于0的 所以可以这么写 那么跟刚才的做法一样 我们取这样的一个大N 那么对类的小N大于大N的时候 这两个不太是成立 那么XN YN减掉A B 就小于等于什么呢 这个小于等于M嘛 乘以它 所以小于等于M 乘以一个2M分子一次龙 加上一个 A乘以一个2A绝对值分子 Y 所以呢 就等于Y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 XN乘以YN 它的极限就是AB 那么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式子重新写一下 这个式子呢 你也可以写成 也就是说 沉积的极限等于什么 极限的沉积 对吧 这就说明什么呢 陈法跟这个 秋极限 也是可以交换持续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图法了 如果要考虑出罚的话呢 我们至少 这个B呢 也不等于0 那么 至少在这个表达式里面 我们是要求 这个YN 不能等于0的 YN毕竟在分母上 对吧 但是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件事啊 YN分子XN 至少在N 充分大的时候 是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 在充分大的时候 YN的确不等于0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极限不为0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你这个比如说 这是0 这是B 那么我们做B的一个领域 做B的领域 你当N充分大的时候 所有的YN都掉在这个领域里面 对吧 那么它显然是不为0的 你写一写也可以这么写 就是说不妨取 Y等于2分子B 这是绝对值 这个是Y YN 减掉B 小于2分子Y 那么YN呢 就大于B 减掉2分子Y 就等于 R分子绝对是B 是大于0的 所以你如果YN的极限是B 是不等于0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N充分大的时候 YN的确是不等于0的 所有的YN都不等于0 叫它充分大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证一证这个关系式 这个关系式呢 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乘法了 对吧 讲过乘法 所以呢 你这个XN比上YN N就等于什么呢 XN乘以YN分之1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需要证明什么呢 只需证 这个YN分之1的这个极限 YN等于B分之1 就可以了 对吧 好 下面我们就证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 这两则相减 差多少 我们就看完 YN分之1减掉 YN分之1减掉 B分之1 这里呢 就等于一个YN比 YN减掉B 同分一下 首先看分母上 分子上呢 是这样的 YN减B是小于 能给的一个齿龙 这没有问题 那么分母上 分母上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你充分大的时候 YN就大于这么多 所以呢 存在一个N1 所以所有的N大于N1的时候 YN的绝对值 大于二分子B 有这么多 那么看看这个分子上 分子上我们说了 YN的这个极限是B 那么也就是说 对任何一个 Y大于0 都存在N2 所以所有的N大于N2的时候 YN减掉B 这些分子上 这些分子上 应该是小于什么呢 二分子 这个 B绝对值的平方 Y 那么 跟刚才 跟刚才取的大N一样 对所有的小N大于大N的时候 你这个YN分子1 减掉B分子1 就它 对吧 那么就应该小于什么呢 这个分母上 小于这个 二分子B平方 Y 这个分子上是这样 分母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大于二分子B 再乘以B 所以它小于什么 二分子 B绝对值平方 所以这个呢 就等于B绝 那么 论给一个B绝大于0 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大N 所有的小N大于大N的时候 YN分子1和B分子1的 差小于B绝 这个呢 我们就证明这件事儿了 再用一下乘法 就得到这个结论了 那么同样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结论成立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表达是重新写 也就是说 两个序列的 桑的这个 极限 也是可以交换的 当然你这个极限不能为0 就是了 那么通过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看 四则运算 可以看到了 四则运算 跟极限运算 是可以交换秩序的 好 下面呢 我们介绍一些推论 就通过四则运算 当然这个推论很简单 这个推论很简单 我们考虑这样的一个实数序列 XM 实数序列 应该是某个实数 以下层数呢 等价 第一个 如果这个XM 它极限是A 第二个层数 XM 减A 这个序列是无穷小序列 第三 就是说 存在无穷小序列 比如说 存在一个无穷小序列 AN 使得 XN 等于A加上AN 这三个是等价的 这个呢 证明也很容易 证明 首先我们看 A1到2 1到2 1到2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你按照定义出发 对吧 定义出发 XN的这个极限是A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对Len Y大于0 都存在 大N 所以所有的小N大于大N XN减到S小Y 那么这里就说明什么呢 XN减S是个无穷小序列 对吧 所以它的XN 它是无穷小序列 所以一到就推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2到3 2到3的话 XN减掉A是无穷小序列 那么显然 你这个XN减掉A是无穷小 那么我们就定义 AN等于XN减A就行了 所以A XN就等于A加L 这个很显然 对吧 那么再看3到1 3到1呢 就用我们刚才这个式的运算 3到1 3呢 我们说的什么事呢 3就说明XN等于个A加上 那么用压式的运算 这个3到1 那么XN的极限就等于什么呢 对吧 那么A的极限当然就它自己了 就等于A N的极限等于0 对吧 所以证明了 这个呢 很简单的一个推论 有了四周运算 我们就可以算一些点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问题不再需要通过这个 通过定义来做 先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求它的极限 N加一分之N 那么N加一分之N 就等于一减掉 N加一分之一 对吧 那么很显然 这是个无穷小区列了 它的极限为0 所以这个极限就等于1 这个非常简单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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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分式的形式 跟刚才也一样 那么这个形式 你也别直接拿四则运算去做 为什么呢 毕竟分子分母上极限都没有 对吧 首先要把它画一画 画成有极限的形式 画成有极限的形式 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 你分子分母上先除一个n平方 多除一个n平方 分子上除一个n平方是什么呢 就是1减掉n分之1 加上个n平方分之2 分子上就是1 加上个n分之2 加上个n平方分之4 对 就这么一个形式 那么这时候你看分子分母上极限就有了 分子上的极限我们知道 这项极限为0 对吧 这项也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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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分子极限就为1 分母极限就是3 所以等三分之1 下面呢 我们就用一些加几原理来做一些问题了 这个呢 这些十多运算 A那是个大于一的数 那么证明 A呢 开n次根号 拿n区无庸的时候 证明这个极限等于1 这证明呢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设 an等于 等于它减掉1 然后证明an是个五中小系列就行了 对吧 那么现在呢 你把这个拿过来 把这个1拿到这边来 也就是说这个A 就等于1加上an 开n次方 对吧 那么开n次方的话呢 做r向式展开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个不等式 大家知道 大于一个1加上n分子 这个an n倍的an 然后把这个拿过去 就是说这个an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等于什么呢 这an呢 大家可以看到 你这个s大于1的 大于1的 你再开这个n次根号 你开任一次根号 都是大于1的 对吧 所以这项呢 是大于0的 大于0的 然后呢 你把这个 你从这儿减掉 n除过去 它小于个什么呢 n分子 也减一 对吧 那么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就可以用一下 加几原理了 这个当然这个极限就是0了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个五中小序列 对吧 五中小序列 所以它极限也是0 所以我们就推出了 an的极限等于0 an的极限等于0的话 也就是说 它的极限等于1 OK 这个呢 是a大于1的情况下 如果a小于1怎么样 那么我们如果看 a是 当然a要大于0 a小于怎么样 a小于1的话呢 我们就用四则运算了 a小于1 那么 a分之1就应该是什么 大于1的 对吧 那么你对这个a分之1啊 用一用刚才的这个结论 我们就知道 它的极限等于1 没有问题 那么 这个的极限呢 a开n次根号这个极限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下四则运算了 对吧 刚才我们四则运算讲过 它就等于什么呢 它就满足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跟出发是可以交换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极限是1 你取下到处 它极限也是1 所以 这个极限为1 只要a大于0 就成立 这些结论 请大家记得 因为我们后面用了很多很多 好 这里呢 根号下是一个 这个 是个 那么如果根号下是个n 怎么样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这个极限是一个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这个极限是一个 做法其实也一样 n等于n次刚化下n减1 那么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跟刚才的做法一样 n就等于什么呢 一加上这个an的n次方 那么同样还是做二项式展开 就等于一个 一加上n乘以a 加上个二分之nn减1 an的平方 把加下去 那么这个你呢 我们就放一下这个不断式 它就大于什么的 把其他拿掉 因为an都是大于0的 an大于0 所以它大于什么的 二分之nn减1 an平方 所以在这项我们可以看到 an平方的一项 它就小于什么的 它就小于这个 n减1分之2 对吧 大于等于0 有平方 那么an 就小于等于这个分号下的 n减1分到 那么就要证明它这个无穷小序列 这个证明它无穷小序列也很好证明 你按照定义处法就可以 你对任何一个 y大于0 我就取这个大n 等于什么呢 y大于1 就行了 所以对我 所有的小n大于大n的时候 n就下于 一定的eps 所以呢 这个证明它有无穷小序列也很好证明 当然根号这种形式我们以前当然没怎么讨论 所以 n的这个极限 是为0的 n的极限为0的话 也就是说 它的极限就等于1 这里呢 到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有了很多现成的结论了 所以呢 你讨论一个什么 无穷小序列 什么 你不一定要通过这个 y的这种 最基本的形式去讨论 你也讨论了通过 用一些以后的形式就可以了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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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